很多聽說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的薪資福利待遇會比台灣好很多 非常有趣! JJC版C1 veces完成 紀錄 嗨 我是Wendy 等一下要跟我台灣的好姐妹出去吃飯 然後她前陣子回台灣就有帶很多台灣的零食 前陣子放我回台灣 然後我也帶了很多零食要給她 在找她見面之前想錄一段影片跟大家聊聊 為什麼我當初想要從台灣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的原因 那我列了以下五點 會前幾天跟我在學校 然後跟我的助理老師聊天 她就說她有認識一個朋友 有看我的頻道 就決定來新加坡工作 所以我想說我分享一下當初我想要來新加坡工作的原因 我來新加坡正式成為幼教老師 拿工作之前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來新加坡實習 那時候實習大概三個月嗎 對好像是三個月 因為時間有點久了 還蠻喜歡新加坡的環境 但是因為那一批一起來實習的同學們都沒有留下來 我想說那我沒有辦 然後又人生地不熟 又剛大學畢業 好吧那就回台灣先在職場上幼稚園先上班 從助理老師然後一直升上主班老師 把一個班代畢業之後呢 我就一直很想要來新加坡 我想要拓展自己的視野 因為大家都說出國然後可以增廣見聞 我也蠻想要體驗一下就是在台灣以外的國家工作的感覺 說如果趁年紀不出來的話 可能以後結婚啊生小孩 那要出來工作的機會又可能更小了 所以那時候就決定我要來新加坡當幼稚老師 就是治安很安全 新加坡是大家眾所皆知還蠻多人知道 法律很嚴格然後自然很安全的一個國家 我爸媽也會擔心我一個人出國工作 然後他們不在身邊 我自己也會擔心 如果一個人人生地不熟來其他國家 會比較考慮到安全的問題 這邊的飲食跟生活文化跟台灣的習慣是很相似的 語言來說可能在當時的我 不會有太大的錯派感跟挑戰 一點呢就是離台灣不會太遠 因為那時候有想說去澳洲打工度假 因為那時候澳洲打工度假也是在台灣蠻流行的 就身邊的朋友啊 然後就有聽到說還蠻多人去澳洲打工度假的 最後選擇新加坡的原因是因為離台灣不會太遠 就是薪資福利待遇的部分 在台灣的幼教環境裡面呢 我們都有聽說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的薪資福利待遇會比台灣好很多 還有加上一點是我為什麼不會選擇在澳洲打工度假的原因是因為 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也是結合延續我的相關所學 因為我一直都是讀幼保科 然後想說如果我去澳洲打工度假的話 可能跟我所學的沒有一個連結的關係 那我就來新加坡增進一下自己對幼教的能力 然後去看看這邊新加坡的幼教教育體系是怎麼樣 當初其實我在考慮要不要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的時候呢 我也是掙扎很久 然後跟家裡面的溝通也是溝通有一陣子 也是蠻糾結的 因為畢竟要離開人生地不熟的環境裡面到其他的國家發展 就會還是會擔心很多 對 所以那時候也是有掙扎一下子 如果你對來新加坡當幼教老師很感興趣的話 還有一些問題想要了解可以在下方留言 好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要帶什麼伴手禮給她 就在新加坡工作 然後如果看到台灣的東西會真的很有親切感 上次我這個好姐妹呢她帶了台灣的東西回來 然後我就帶了超多的 就是第一個這個麻辣臭豆腐泡麵 然後這一款攝影師她前幾天有吃 真的跟台灣的麻辣臭豆腐很像 相似度大概有90% 所以想說分享給她 再來第二個就是也是泡麵 泡麵準備了三包 就是我看網路上的台灣人分享說 幾款適合帶出國的泡麵 再來就是這個素素食的 但是聽說她吃起來沒有很素食 然後她是麻辣的拌麵 好這個我還沒有試過 但還蠻想要嘗試的 聽說這也很不錯 第三包也是泡麵類的 也是素食的 可是聽說素味沒有很重 好再來就是這個麻辣湯 對台灣有這種麻辣湯的滷味或火鍋 這款我們已經試過了 真的也蠻好吃的 吃起來會有一點點 聞起來會有素的味道 但是那個味道很像麻油雞麵線的味道 然後它的麵條是細的 這款也超好吃 攝影師也超愛 再來就是這個可樂果 台灣人一定都知道這個可樂果 然後這個口味很特別 是這個湯仔麵糕 湯仔麵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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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台灣有個小吃是這樣 很麵糕 然後上面會淋一些辣醬 然後想說這個可樂果 竟然有出這個口味很特別 再來就是這個福益軒的 福益軒 福益軒的這個檸檬片餅乾 這個也超好吃的 還有 還有就是一些這個地瓜酥 準備了幾包 還有鳳梨酥 鳳梨酥幾個這樣子 好我要出門了 我要出門了 來不及了 那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要去找他了 很期待跟大家見面 等等見啦 看到你了 嗨 買衣服 然後回台灣 買東天衣服 有什麼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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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多點 想說 欸這個顏色很可愛耶 I don't care about you more than a lot I feel my view is found deep in my heart And my chance if you feel just a bit of the same And come on baby stop playing this game Thank you 不要再去看 Okay 我再給一個小餅子 對 shamme 好可愛喔 Ooo 好可愛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蘑菇菜好像是韓式辣子雞的那種味道 我知道了 那個雞汁泡麵 咪咪 超香 是鹹鹹的那種感覺 好好吃 有點甜甜鹹鹹 然後 跟原本原味的可樂果味道不一樣 這個口味不輸 咪咪這個口味不輸那個原本口味的 原本原味的 這好好吃喔 推推 咪咪你也想吃是不是 咪咪 好吃 好吃 二斤給大家 二斤給大家 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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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斤